8月18号隔壁韩国演员安仔贤和聚会善 四年的恩爱婚姻将要结束 最开始是因为聚会善发表的一条帖子 她表示丈夫想要离婚但是她不想要 不仅如此她还发了和丈夫的聊天记录 安仔贤的回应非常冷漠 面对聚会善希望的可以出面和女方母亲解释离婚缘由 安仔贤似乎觉得工作更重要 在此之后聚会善删除了个人页面有关丈夫的所有信息 细心的网友还找出了之前的采访 采访中聚会善说自己爱丈夫更多 感觉丈夫的爱是短暂的 继送送夫妻感情破裂后 聚会善和安仔贤的回应也走到了尽头 这不禁让广大网友大呼再也不要相信爱情了 毕竟在此之前两个人互动满满 向大家表达出来的也是恩爱无比的日常 安仔贤更是向大家展示出老婆奴的形象 之前南方求婚时候还特地拍视频 以后卫乡的花草衬托着戒指和手写信 显得浪漫无比 两个人在2016年结婚后没有举办结婚仪式 而是选择把婚礼费用全部捐献给儿童医院的患者 结婚后两个人出现在公众视野都是手牵手 各种节目中安仔贤也是情话满满 这也都而相差三岁的姐弟恋 甜蜜的让不少人心生羡慕 女主角聚慧善还曾经说过 自己34岁了没有为什么事情心动过 让她心动的只有安仔贤一个人 可是谁能想到婚姻才坚持了四年时间 恩爱夫妻就选择分道扬镳 对此不少人认为是不是南方出轨了 毕竟在结婚之前安仔贤没有什么名气 聚慧善当时名气很大 两人的结婚还让不少人以为是不是为了孩子 如今南方渐渐有了名气 是不是做出了什么对不起女方的事情呢 不过这件事情的真相可能要等到最后才会清晰 说实在话 娱乐圈的婚姻比起普通婚姻更脆弱 不管聚慧善和安仔贤是因为什么决定离婚 两个人给对方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也给社会群众带来了负面影响 对于婚姻的选择我们还是应该谨慎细心 不能因为一时的爱情冲动 为以后的感情埋下祸根 对于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讨论哦 愿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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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 疯了 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